明文通过之后啊 你才由全是二致 当你这个明文现前的时候 你要是通不过 你全是二致就没有了 这是顺利通过明文立扬 对明文立扬决定没有一丝毫贪念 那么这个时候全是二致 先前了 发心是否毁灭 弘法利森自他而立 那么这个地方注意就很清楚了 弘法利森是要全是二致 设置是什么呢 设置是清净心 真诚清净平等是设置 正觉慈悲是全知 你们注意想想看 如果明立现前了 心里有一丝毫贪足了 你的真诚没有了 你的亲近没有了 你的平等也没有了 换一句话说 你的实知没有了 实知没有的时候 全知就没有了 换一句话说 你没有觉悟的心 你也没有慈悲心 你的慈悲心是什么 是世间爱缘慈 你喜欢他 对他有慈悲 你讨厌他 你对他决定没有慈悲 你不平等 多少人 古今中外 多少人呢 在明文立阳的被淘汰掉 大幅度被淘汰掉 那个淘汰的像 我们看得很清楚 明文立阳现前呢 真的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他不懂的 智慧要现前的话 他明白了 用明文立阳啊 来护持正法 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所以明文立阳来了 也不必逃避 看你怎么用法 你智慧的用法 大力也老 你愈使用法 也自私自利 那是大害处 大害大力 都是在那一念俱迷 这很重要 这后面还有两尊佛 现在时间到